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Coding学堂 继续学习我们移动开发课程 我是大家老朋友小若 坐在我身边也是大家老孙老郭 Hello 大家好 郭老师 我可真得好好谢谢您 这个怎么样 上一课您教我的导航真是帮我大忙 是吧 真是太棒了 这个APP肯定会热卖 但是吧 我还是觉得不太合心 这个完美注意者 是吧 就是上面那个导航栏吧 不是系统默认的吗 我觉得那也挺好的 太丑 太丑是吧 跟我这APP的风格不太符合 那你想自己定制一下 我想自己改一个什么bike 还有那个箭头可以吗 这个没问题 那你就还要继续学习 行 没问题 那我们在节课看看 你说要自己改 自己改呢 修改的地方可能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叫navigation bar 那么顾名思义的就导航条 是吧 有一个导航条 这个一个导航条里边可能有几个item 就是一项一项的 比如说左边有一个返回 右边还有很多个操作 若干操作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在我们试图控制器里边 还有一个叫工具栏的 那么默认情况下 它是不显示的 你也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那一般呢 和导航呢 一起来使用 下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个地方 首先看这个叫navigation bar 那我们先去去新建一个perdig的 这个是10-03 下一步创建 还记得我们上次课怎么弄的吗 这有一个试图控器 然后我想嵌入一个 怎么嵌入的 嵌入一个导航试图控器 应该在菜单栏里边有个editor 下边有一个inbanded in 然后是那个gation controller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这个试图控器 就由当前它来管理了 看到了吧 那现在呢 我想做一个跳转 从第一个跳转到第二个 怎么跳转呢 我再给它拖转进来一个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叫 给它改一个背影颜色 说它的background color 给它改成view的 随便改呀 改一个这个颜色 比较新鲜 那么跳过来怎么跳过来 当然在这儿要加一个什么 button 那么点击就跳过来了 我们说这个go sorry go 好 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助手编辑器 对吧 打开助手编辑器 我们来生成一个方法 这个就叫go 那么第一个跳到第二个 我们上节课怎么做的 说在这里边来管理了 在里边管理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一个什么呀 指定一个叫 这个view controller 叫storyboard的ID 我们叫second 我们叫second 叫ISID 对吧 跳过来 接下来打开我们的代码 打开我们的这个 接下来 sive里边 怎么跳过来呀 就是sive里边的 navigation console 怎么样的 push嘛 入战嘛 然后这里边就是sive里边 storyboard 实力化一个view controller 给它这个ID就行了 我们这个叫second 小花线 isid 后边 yes ok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 一点击 其实它就跳过了 我们去看看 command r的运行 ok 现在是不是跳过来了 嗯 那么现在跳过来不是挺好吗 你觉得哪有问题啊 我就上了那个 反回是吧 嗯 发的条觉得不太好是吧 对 那么其实呢 这里边呢 有这种几部分那种 第一个就是 你导航来的分隔 比如说我统一的背景颜色 都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么这个应该去设置什么呀 我们在哪来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第一个view controller里边 另外我们是这样的 刚才说 在这个storyboard里边有一个 这个颜色 这是什么颜色呀 我这个色吗 不知道这个是 粉色对吧 是粉色是吧 粉色的这一个 其实这个是那个可视化界面 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对应的什么呀 类和它对应 我们要新建一个视图空气 比如说叫second view controller 那么和刚才这个怎么样对应上呢 我们来看刚才storyboard里边 这个view controller看到了吧 它里边这有一个class 我们就告诉的是second view controller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界面上storyboard里边这个controller 就和代码里边这个是一一对应的 比如说我在这儿 这个它改 我说self里边的view 点background 我现在不要那个粉色 我觉得不太好是吧 太娘了 怎么办呢 改一个黑色是吧 black 那么black color OK 我们去看看行不行 过 哇 这个的确不错 是吧 跳过来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 这个以后我们基本上就这样来做 我们一般是通过这个storyboard 把这个怎么样 界面流程都画好了 如果你需要跳转呀 或者一些代码呢 那就到控制器的边来写 是吧 不是完全的 可视化界面 也不是完全的代码 我们是二者的一个结合 那么现在你还着急你这个问题呢 说赶快给我讲什么呀 赶快给我讲我那个怎么样定义 这着急 怎么样讲呢 我们这个就是self里边的navigation controller 它里边有一个叫navigation bar的导航条了 是吧 那么我们就去看看这个导航条 到底它长什么样 它有哪些属性 这个navigation bar 我们按住out键 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帮助文档 那么最好我们都来帮助文档来查 那么我知道你一般都怎么学习啊 遇到问题了直接摆斗是吧 其实摆斗 摆斗上不是很准确的 很多人为了这个 比如说他 说小若今天学习了iOS了 他这个其实学的不是太明白 也能然后搞明白一点 但是也不是完全明白 不是完全明白 然后呢小若有一个微博 然后今天学的 哎呀我告诉你怎么做 画画画把今天学的那些东西都贴上去了 另外一个同学不太会 百度一搜 小若这个微博和访问量有几万个 是吧 发现有一个navigation controller 发现也粘上去了 哎这还不太对 是吧 又找另外一个 还有个小小若 是吧 小小若也有一段代码 又粘上去了 发现更不对 哎 怎么办呢 看系统文档 是吧 看系统文档 这个是最权威的 是吧 如果自己错了 那我们怎么样 我经常讲 说有的事情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有的事情是我们避免不了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开车出去了 什么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没加油我们的可以避免 是吧 比如说突然地震了 你能避免吗 那个避免不了 是吧 我们依赖这个文档 如果他有错误了 那个我们就没办法了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他不会出错 是意思吧 看这个 使用这个navigation bar 在这里边怎么做 看一下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 首先是 你可以有一个delegate 这个类就是UI navigation bar的一个delegate 后边我们再说 说push或者pop一些item 你可以往这里边评价 那么其中这里边有那么几个 一个叫什么topitem 还有什么backitem 还有一个叫item 这些啊 其实我们一般用的都不多 后边我们再说 后边主要看这 叫 读一下 小时候给我们读一下这句话 啥意思 第一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 cathamide in the bar appearance 就是我要自定义这个bar的外观 你翻译那你要是找系统的帮助文档一看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赶快看看怎么样定义的 那第一天就告诉你了 说是这个叫backindicator的image 就是返回那个 就是刚才说返回键那个怎么样呢 返回键那个不好看 是吧 我要重新定义一下 这个就是按下去 它要有一个图片 是高亮显示等等的 这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下边还有一个就是 什么indicator转换 转换的一个mask图片 我们先看这几个 叫bar的一个style 就是这个导航条的一个分格样式 有默认的 还有一个black黑色的 我说这个要做的酷一点 所有系统我一看到 小若做的这个APP 都是黑色的 非常的酷 是吧 怎么办呢 我应该是给他修改 这个属性叫什么来着 我们要导航 导航条里边的一个叫bar style 就等于什么呀 urbar styleblack 黑色的一个样式 那么有默认的 后边这两个说是黑色透明的 或者不透明的 这个已经被静止掉 不再使用 OK 我们先加上这个去看看 好不好使 发现导航条黑色的 这个完全都黑色的 发现这个俩全黑色的 也不太好看了 怎么办 改成了这个 blue 蓝色的 然后上来导航条黑色的 对吧 下一步 这个黑色的 你看其实我们是 它有点是背景色的一个 一个渐变颜色 是吧 虽然说它也是黑色的 但是受到背景色的一个影响了 它也是做成这样一个分割了 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 最彻底的办法 你就是加一个图片 比如说我把这个怎么样 说有黑色的背景图 我就这 其实实际当中 这张图片是美工他自己做的 美工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背景图 我们在这还可以给他指定什么 我们这就看看刚才不是说 这里边有这个背景颜色 还有背景图 我们去找找 那个Gishon Bar的一个 刚才说的是这个 刚才说的是这个背景颜色 还有一个是这个叫Tint Color 这个一般是上边的一个字体颜色 还有这个影影的一个图片 那么还有后边我们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说叫什么呀 Background的Image for什么什么 后边有一个bar的一个 这样一个尺寸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看看行不行 我说这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那个背景 这个就是Background 然后把它怎么样呢 加进来 加进来 好 放进来Copy 接下来我们设置 它的背景颜色怎么做呢 就是 设这个样式 普哥的写了 是Self里边的 Navigation 下边的Navigation Bar SetBackground的Image 是吧 然后这个就是UI Image Image Name的 给它一个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图片名称 叫Background的点 后边这边有一个参数 另外一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有很多 这是默认的 还有一个压缩的 还有什么Default 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不同的手机 我们想象我们现在手机里边 比如说你有iPhone有iPad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手机是 竖屏的 有的时候是横屏的 比如说我们上YouTube了 看电影 我们经常不太怎么样 横过来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它这两个不太一样 是吧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把这个默认的Default 这个给它加进来 放到这个地方 就OK了 下边看一下 这个背景图片 是不是被设置上 那么这是黑色的 你发现这个地方 也是黑色的 是吧 那么 当然你可以设置 更多的颜色 更多的颜色 这个背景图片 都可以 那么其实呢 最常用的 基本上这个 Navigation Bar 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设置一个 整个的 我们想一下 这个Navigation Bar 它控制几个 控制多个 Console 的导航条 分隔 你说我这个 如果用系统的 那都没有分隔 是吧 我也有我自己的分隔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Navigation Bar 控制呢 它控制的是什么呀 比如说 现在我这个导航控制器里边 管理了五个 试图控制器 当前我管理几个呀 当前我在这边 管理几个 然后这是一个 跳过去 第二个 管理两个 管理两个试图控制器 我们看到 这两个试图控制器 上边这个导航条的 背景图片 都是黑色的 那么有第三个 第四个 那所有的都是黑色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个就是导航的一个item Navigation里边 那么每一个控制器里边呢 它都有item 那么这个就是单个的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说 那么这个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哪设置 好好看啊 这个 我说这个背景图片 我们放到第二个里边来设置 行不行 背景图片 可以吧 我们看看 它会怎么样 你发现怎么样 第一个里边怎么样了 就没了 没有 到第二个有了 然后反过来第一个也有了 为什么呀 你就说这个设置的 要最第一个是组装器里边 为什么是这样呢 如果你设置到第二个 这道代码没有被执行 你当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控制的是 所有被这个导航空中器管理的 这些都要怎么样 都要去设置 那么你这个地方是 如果你放到第二个里边来 那么上来 它先显示第一个 显示第一个这个代码没有被执行 当我们点击跳到第二个 这个地方 是不是才被执行啊 那么才被设置 设置好了之后呢 因为它是影响所有的 所以说一般形象这个 这个位置应该放到哪呀 放第一个里边 谁先出现 然后放谁那 是吧 谁先出现 那么先来设置它 设置好了之后 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我们除了这个说 那一个gation bar 那么基本上常用的就是 设置一个背景图片呀 或者等等 一些这个用法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你刚才说这个什么呀 说这个返回按钮 我也觉得它不太好 反回按钮每次都都back 我想怎么样 我想做一个其他的 你可以这样做 我比如说第一个里边的这个标题 我说self.title 等下比如说这个at说第一个界面 那么还是用行 这是这有个标题 就是第一个界面 也就是说我们给这个什么呀 给这个viewcontroller设置 这个标题之后呢 这个导航空隙器上面的标题 也就有了 go过来 翻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标题 你说我不想要这个标题 这标题太长了 有的时候这个标题 有十多个字 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呢 我还可以这样来定义